49岁尚未当家女主,还下嫁青年才卷,双失诸年变人生赢家 这样神奇的故事怎么着也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故事主角是TVB现役当家花旦之一陈伟 古早港剧迷应该对亚诗剧《雪花神剑》有印象 剧里陈伟和杨公如扮演一对失散多年 但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姐妹花 杨公如扮演梅降雪,陈伟扮演陈玄霜 除此之外,陈伟进TVB之前的另一个代表作是扮演梅艳芳 她曾经两度扮演梅艳芳 一部是美丽传说心愿,另一部是传记电视剧梅艳芳飞 具质量见人见智,但陈伟高度酷似梅艳芳的扮相让观众无比震惊 有些角度看几乎一假乱真,分不清谁是谁的程度 连梅姑本人都亲自认证过,陈伟和自己长得很像 前两年新人演员王丹妮出演电影《梅艳芳女主角》 虽然她也很努力了,但外形上总归差距有点大 很多观众看完都觉得还是陈伟最合适扮演梅姐 可惜这部电影开拍时,陈伟已经快50岁了 错过了扮演梅艳芳的最佳年龄 而陈伟的前半生呢,也像她等不到电影《梅艳芳大女主角色》一样 明明一手好牌忌讳也有,却总是时运不济 做什么都没有好收获 倒霉亚姐,她算一个 1973年出生的陈伟,23岁当选亚洲小姐冠军 从此签约亚氏成为花旦,在亚氏陈伟还是挺受碰的 刚当选亚姐第一年,就拿到了雪花神剑双女主之一的角色 剧里陈伟扮演的陈玄霜还是男主心仪的角色 看起来妥妥女主待遇 但这部剧陈伟收到的反馈却非常不佳 扮相苦情幼劣老气,角色也有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不讨喜 不但扮相和人设上被杨公如压的死死的 公辞恩的反派角色聂小凤也完全厌压 陈伟在亚氏演了不少女主 但整体看来就如同她的开局一样 几乎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可能我和《僵尸有个约会3》里的摇池圣母 是观众比较有记忆的角色了 但说实话,不少人将诗里印象最深的 也只有马晓菱和珍珍 和拍剧和内地剧,陈伟也拍过不少 比如《大清后宫》、《梅艳芳飞》、《A计划》等等 但要么角色没有存在感 要么角色可以但剧情不行 几部剧拍下来,内地市场也没打开 2008年,事业下滑的陈伟决定转换跑道 开启新一段旅程 他宣布和台湾商人颜志行结婚 陈伟与颜志行的相识 没有什么传奇的过程 一切都非常普通 当时,陈伟在内地拍戏不慎腰骨损伤 亚氏艺人部经理林小姐在台湾有医治渠道 于是介绍陈伟前往台湾 林小姐父亲当时正好在颜志行公司做事 女儿旗下一人来台 免不得照顾前后 就这样,陈伟与颜志行认识了 美人当前,颜志行自然要尽地主之意 于是陈伟养伤的同时 也常常与颜志行等人聚会唱K 时间久了,彼此逐渐有了好感 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 没过多久,颜志行给了陈伟一个惊喜 在台北家中,颜志行突然拿出钻戒求婚 谈起颜志行的求婚 陈伟记忆犹新,他很得意 求了两次婚 第一次在台北家中 他忽然拿着一颗两卡半的钻石求婚 这是他外公给他 让他回台湾创业时 碰上困难应急用的 他在创业期将这颗钻石给我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于是一口答应嫁给他 陈伟似乎比一般人要重视求婚的仪式感 很快,颜志行第二次向陈伟求婚 多年之后,陈伟仍然记得 他约了我家人及一般很好的朋友 约16人一起吃饭 期间他忽然再拿了只戒指出来 原来他将那颗钻石相好 在家人跟我的好朋友前 正是在送花在求婚 南方求婚的说辞其实相当俗套 而钻戒虽然不小 但对富家子弟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但陈伟就吃这一套 或者说他很重视仪式感吧 婚前,颜志行对待陈伟一直很好 有段时间陈伟妈妈身体抱恙 颜志行对未来岳母嘘寒问暖 细心照料 陈伟看在眼里 心中对未婚夫的爱又深一分 为了给妈妈冲喜 2008年陈伟与颜志行在台北举办了盛大婚宴 随后陈伟随服到台北生活 也因此退出了演艺圈 移居台湾后 因颜志行工作需要 陈伟随老公辗转北京 泰国多地生活 全职太太的日子一开始很好很舒服 可是好景不长 结婚没过多久 颜志行就开始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他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认为陈伟只有依附自己才能活 甚至把陈伟当作一个工具人 而不是太太 事情起了变化 是在2012年 结婚四年后 陈伟声称戏影大发 宣布复出拍戏 而且愿意从小角色做起 令人大感意外 这次陈伟的事业运似乎不错 在好友交美衣的引荐下 陈伟正式加盟TVB 恰逢TVB多位一线演员李朝 正值用人之际 陈伟抓住了机会 从嫁入豪门享受阔态生活 到突然戏影大发要求工作 这画风之突兀 让人一时难以接受 房间传言四起 指陈伟婚姻生病 但数年间陈伟多次辟谣 立正与严志行感情稳定 婚姻幸福 甚至在综艺节目中 与严志行仍以夫妻相称 大秀温爱 直到2017年 媒体爆出严志行 与毕业于台湾府人大学经济系 有着台湾周万奇之称的 27岁歌手郑双双交往甚密 甚至一同前往巴厘岛 参加朋友婚礼 一指陈伟二人婚姻出现问题时 陈伟才执认同严志行 已于2012年离婚 陈伟甚至未还正双双清白 多次就此事向媒体喊话 行为逻辑非常怪异 承认已经与严志行离婚后 陈伟也谈及离婚原因 他否认了因为工作冲突 而导致了婚姻危机 他自言已经放弃所有 一心做严志行背后的女人 但为何放弃所有 仍然换来分手结局 陈伟不明白 可能是性格问题 或者我真的很闷 朋友又都是他严志行的朋友 所以很闷的 因为他严志行是百分百工作狂 所以将我的位置放得较低一点 对于他严志行来说 我是家庭的一部分 像电器一样被放在一边 这已经是离婚数年之后 他对这段婚姻的反思 显得凌乱又无序 既有不甘和抱怨 又包含着卑微的自责 最夸张的是误化了自己 甚至还提到了房中密室 以至于媒体解读出 严志行四年不碰陈伟 当他是墙脚电器 这种是别人唯恐 避之不及 但陈伟却主动受人以柄 这娱乐圈是白混了 陈伟评价自己是说 我其实什么也不懂 除了懂演戏 在TVB虽然从低做起 但陈伟一步一个脚印 从配角爬上了主角 深宫季礼的太平公主 让陈伟人气饥生 距离已经45岁的陈伟 颜值身材丝毫不舒美貌 出名的陈立香 陈伟早年曾与大导演 王晶传出绯闻 据传言他的出现 令王晶的另一红颜 管秀美明智转身 不过多年后 王晶亲自下场 表示他和陈伟之间 根本什么都没有 要捧都捧内地的新人 2020年 47岁的陈伟 成为法政先锋寺的女主 并且是戏里为数不多的 亮点之一 即将50岁 女主角位置拿到手 颜值身材也保持不坠 年龄越长越动灵 终女奇迹上演 经TVB同事黄志贤介绍 陈伟邂适后了 被称为大鼻郭敬安之称的 陈国强医生 南方曾有婚室和两个孩子 虽然不是富豪 但在中环开设医学美容中心 身家不算普通 陈医生也同样经历一段失败婚姻 还育有一对小孩跟随生母 陈医生需支付抚养费用 与陈国强恋爱的这几年 陈伟也经历不少风风雨雨 先是有人说 陈伟做小三 介入陈国强婚姻 后又传陈国强劈退美貌护士Cathleen 报道指 陈医生与护士女友经常初双入队 同事间更一度戏称Cathleen为办的老板娘 有知情人士透露 今年初曾亲眼目睹 陈医生与Cathleen手玩手现身商场逛街 索性二人互相扶持 见招拆招 终于安然靠岸 去年陈伟生日 陈医生首持99朵玫瑰 拿出三克拉钻戒求婚 超过研制型的求婚钻戒 早已心有所属的伟哥当场答应 就在婚期定好的时候 陈伟的父亲突然离世 这打乱了陈伟的结婚计划 陈伟伤心欲绝 婚礼的时候也没有心思办了 婚礼不办了 可是不妨碍领政呀 毕竟我们有的地方的习俗就是 丧妻三个月内结婚 算是冲喜 于是两个月后 两人终于赶得及幸福再婚了 结果婚礼又生变故 男方前妻现身大闹婚礼 此外 陈伟虽然没有孩子 却表示乐于为丈夫做好后吗 且在2018年时 他就说福尔摩世乃中 扮演他儿子的欧阳靖贤为干儿子 家中还养了爱猫 看来是不打算自己生了 虽然没有小孩 但陈伟晚年并不忧愁 一是与医生丈夫感情很好 二是自己投资有道 2021年购置了价值千万的 大步新翠山庄风水楼 这套物业刚购入就传出利好消息 陈伟账面净赚几百万 而且这个楼是陈伟独立在购 他和老公另有南方购置的婚房居住 回头看看陈伟的49年 事业高开低走 观众员不佳 人到中年公司倒闭 去隔壁单位从低做起 还经历了婚姻冷暴力 甚至离婚后还抢颜欢笑 和潜伏维持恩爱假象 这样的人生 居然能在40岁后 一步步收复事业和爱情失地 并攀赏人生最高峰 简直立志到不可思议 逆袭到这种程度 不是简单就能办到的 除了自律的外形管理和劳模拼近 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改变和醒悟 你看 再次结婚的陈伟 心态作风也截然不同了 上次结婚就宣布退圈不工作 这次结婚直请了一天假 结完婚就继续拼事业 争取再上一层楼 再喜气洋洋 也不忘搞事业 曾经恋爱脑事业爱情全丢 如今沉迷工作爱情事业两得意 人生还是更爱自己的人 才有吸引别人的魅力 除了49岁 终于再婚很不容易 陈伟也是真逆风翻盘 欲战欲勇的正面典型了 而且是个360度逆袭的女王 祝幸福了